什么是三庭五眼 透过眉毛去修饰脸型 首先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三庭五眼 人的面部五官最标准的比例分为三庭跟五眼 三庭分别是上庭、中庭跟下庭 从发际线到眉底是上庭 从眉底到鼻底是中庭 从鼻底到下巴就是下庭 这三庭刚好将面部分为均等的三等份 再来是五眼 以本身一只眼睛的宽作为标准 两眼中间为一只眼睛的距离 两眼近外眼角到发际线的边缘各为一只眼睛的距离 将脸的宽度均分五等份 这就是三庭五眼 但其实事实上能够符合三庭五眼标准的人没有几个 而这些无法改变的五官比例 都是可以藉由眉型来做调整 以修饰脸型以及五官比例 俗话说眉毛为五官之手 有一个好的眉毛真的很重要 比如说有些人的脸比较圆 就可以领有比较挑的眉型去拉长修饰你的脸型 例如有些人的脸比较窄 便可以拉长他的眉毛来拓宽他的脸型 有些人眼睛比较开 就可以将眉与之间的距离拉近 让五官看起来更集中 有些人额头比较高 并可以用粗眉去缩短他的额距 而比起整形改变脸型或五官比例 眉毛纹袖比那些整形真的便宜了许多 找一个专业又有价值的老师 人想要变美 眉毛是关键 这样你们有了解眉毛有多重要了吗 想要了解更多的 我们卡曼也提供免费咨询 湿滑服务 欢迎多加利用 赶快来找我们做预约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